中央设计者黄桂敏金门县19日店金门京城金湖部分住家最近电费暴增 台电金门区营业处调查发现室外包炒表原物炒电表造成一收80多户电费 台电今天向用户致歉并表示45户已退费 同时将向厂商求偿 就在金门县金湖镇塔后 陈妈妈今天受访说家里往年同期电费在新台B7 8000元上下 今年却连二期四个月从13000多元爆增到18000元 吓得家人不但热水器随开随关 睡觉冷气只吹三小时 甚至连电锅都不用 敢用瓦斯烧饭 客厅大灯也不敢开 陈妈妈说家人一度还担心是被人偷电 生活品质大受影响 台电金门区营业处长杨岁和受访时 坦诚却有此事 他说台电调查发现原因是外包抄表员退伤 代班的老板经验不足 超错用电度数 杨重和表示 委外厂商超错用电度数的地方区集中在京城 金湖地区台电发现异常后主动通知用户 并询问退款方式 包括道府现金退款或移到下个月扣底 多数用户选择扣底 台电表示已由电脑间点查出超错80余户 其中45户完成退款手续 将在旧包商代超的地区进行两次查核 确定是否仍有其他异常用户 对包商出包造成用户不便 杨岁和申表歉意 并表示会向厂商追究责任求偿 台电和这家厂商的合约到 明年11月1061019